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4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部长的嘱咐,做好印度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 这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 有一个叫周立的 高干,中共高干写的,这个人是 原来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简称中联部的副部长 他是1955年出生,所以他今年65岁 老三届 职业外交官,他一直做到乌克兰大使 乌克兰大使是属于副部级 他在2013年到2016年 做中联部的部长,也就是 习上台之后就把他从 外交部调到了中联部做副部长,其实是贫瘠 那么2016年退休,2018年做了全国政协委员 这是个很典型的中共的高干 那么 这篇文章是一个 算是一个他的退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我讲一讲这篇文章,后来他是2018年做了全国政协委员 你可以看 他做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原来是个副部级 他不属于 核心层,他属于相对外围的外围层,而且 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整个他的仕途当中,他没有特别强的背景 所以他就在这个位置上去下 而且只做了一个政协委员 那么也没有特别的职务,所以他就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退休生活就是围绕着 围绕着这种,我们讲的是各种协会啊,那种老年活动中心展开 所以他这篇文章 写的还是有意思,最近 最近网上都在传,然后有各种的说法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讲 讲讲 这篇文章讲了六大准备,六大准备,我就把前后 穿鞋戴帽给他去掉 只说核心的内容,六大准备哪,六大准备 我说一说 第一 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 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 那么他是这么说,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分析 我们必须有脱钩最终难以避免的清醒认识 对美国执政当局继续对我实施 全方位多领域递进性的打压 一心一意要同我 同我拼到底的心态 和政策做法 我们切不可低估 更不能畏惧,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将是空前复杂 空前严峻 当前油药防范美对我追索赔偿的风险 所以 这是个外交官,大家记住他是个外交官 他的视野比 网上叫他们土共 比那些土共的视野来得开阔 当然他的局限在哪里,他一直在东欧做外交官 但是不管在哪里,他只要离开了中国 他获得的信息会比在中国多得多,所以 他这个视野是相对开阔的,他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基本上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 他很清楚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仅仅是说他不高兴 他是整个国家战略的调整 所以他提出来的是什么 他说 执政当局,你看他用的词非常的准确,美国执政当局 继续对我实施全方位多领域,递进性的打压 拼到底,要拼到底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他对中美关系的评估 是比较充分的,这是第1个,第2个 要做好对外 应对外部需求萎缩 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 那么我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 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 国际运输物流堵塞 原材料供不上,产品用不出去的现象激增 对我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 要尽一切努力加快国内发展布局 下决心建设以我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链 推动更多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内展开落地 开工落地 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 我先讲后面这个,后面有一个叫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发展格局,是现在刘鹤提出来的新调子 新调子 就是以前讲的是外向性,中国经济外向性 大开大合,就是 大进大出,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 大循环当中去 原来中国的战略是这个战略 刘鹤提出来的新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 国内循环为 主体 为主体 就是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的内需已经足够大了,能够支撑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 那么国内国外双循环 但是以国内为主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很多人就讲,这就是闭关锁国,某种程度上说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变化,就是 中国现在开始 觉得 他这两个基本判断,第1个基本判断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他觉得内部需求足够大,足够支撑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是第1个判断 第2个判断,外部形势很超高 指不上 所以我们必须指望内部需求 所以内循环为主体 那么外部循环有当然更好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绝对是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 你拿来作为偏偏老百姓可以,如果真的以此作为 整个国家战略的话,那么中国经济会回到80年代 倒退20年30年都有可能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中国的财富来自哪里 中国财富不是来自自身,中国没有积累 中国本身没有财富 中国所有的财富 都是来自世界各国 中国本身的财富,中国自己印的人民币,那不叫财富 那只是一个支付手段 真正的财富来自哪里,来自美金 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其实累计的财富来自于海外 全世界 就是 辛辛苦苦 加工贸易,挣加工费 用这种方式累积的财富 你别真搞错了,你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是取决于这个 取决于出口 那如果你说 没关系,我经济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我就自己内循环了 内循环,你想一下你的货币是怎么来的,你自己货币是什么,你现在的货币的基础是什么 中国没有积累,大家记住一条 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自于什么 借贷 借贷,这就是什么,就是 广东话叫 就是你就是全部肉烂在锅里 就是 翻来滚去就是 那几个元宵,就是那几个元宵 三个元宵,你把它 捣碎了,组成一锅粥,也是三个元宵 没超过过三个元宵 你挣了三个元宵回来 你放到锅里面煮,煮一大锅汤 里面还是三颗元宵 不会多的 人民币就是那些水 元宵是什么 元宵你是挣回来的美金 你记住这一条 所以 中国现在 刘鹤说,我们外部环境很忽略,我们就内循环吧 你吃来吃去都是那三个元宵,越吃越少 你没有新的元宵进来 你那碗 那碗汤 来去来回就那三个 所以你们到时候最终中国经济的结果就是 慢慢慢慢就退回,往回退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我也会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现在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政策 就是我看到一些说法 开始有这样的说法 但这个说法是不是变成一个政策 现在不确定,但是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先要留意这件事情 第三 要做好新冠病毒疫情常态化 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的准备 目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国内个别地区出现疫情反复 讲一堆话 不说了 那么第四,要做好摆脱美元霸权 逐步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准备 他是这么说,他说 美国凭借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垄断地位 对我下一步发展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在美联储一轮又一轮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甚至是无底线的 印钞放水的情况下 美元资产的价格会大大缩水 我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甚至个人,用美元展开的国际业务 手上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被稀释,甚至抽干的现实危险 这是第1,第2 在美国控制着国际支付清算的主要通道 即环球银行间 金融电讯协会 SW的前提下,美国对俄罗斯、伊朗 以及同中国有能源合作的国家 不断追加经济制裁 使他们不得不承受长臂管辖的卡压 进行国际结算的路径严重受阻,交易变得十分困难 我们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加快推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人民币跨境支付 人民币清算安排 这是他的应对 这明显的就是 这是一个 当然作为一个外交官,他能够看到这个问题,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了不起 这个问题,他对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对抗 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的攻击点 他判断正确,而且后果非常严重 但是应对基本上没办法 为什么 很简单 人民币国际化有个大前提 什么大前提 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 其实是从 从货币的角度来说 人民币必须自由兑换 如果你不能自由兑换,其实人民币国际化 就是让它成为一个结算货币,那是胡扯,那是扯淡 没有这回事 但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是什么,人民币相对强势 人民币相对强势 当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候 资金不会跑掉 如果你现在,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人民币又这么疲弱 然后 你又让他自由兑换,后果是什么 全全跑光 你说这个人民币全砸人民银行手里 就这个后果,所以 人民币现在强势吗?人民币不强势 人民币非常弱势 人民币被架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情 在现有的语境下是不成立的 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位部长提出来,但是其实没有解决方案 要做好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的准备 他看到的情况 更严重 他说国际粮食市场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 东非和中东 黄灾,美国旱灾等因素 主要产粮国面临大面积欠收的窘境 预计今年全球粮产 粮食减产达到30%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有点不大 不大靠谱,大家小心一点,我没查,因为今天没时间了 疫情又使粮食市场的供需两端 和流通领域受到多重冲击 玉米、大豆、小麦等主要粮食的价格 涨幅已经达到30%到50% 有这么大吗?我没看 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下,我是没看到 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将受到直接影响 然后就讲了一堆 怎么样进行粮食储备啊等等 这个 我不说了 第六 要做好国际恐怖势力回朝的准备 各种 什么 什么伊斯兰国啊,基地组织啊,东伊运啊 伊扎布特啊等等 活动的越来越频繁,主要是涉疆,涉疆问题 大概就讲了这六点 讲了这六点 这六点是这么看,这是第1个 这是中国的这个高官技术官僚,这是个技术官僚 跟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红二代 习近平作为红二代呢,他的特点是什么 习近平作为红二代的特点和川普是有点像 什么有点像 就是他基本上不需要逻辑 他是不需要逻辑的 富二代跟官二代 其实他们的共性是什么 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不需要逻辑 他想要得到的,比如说富二代 他跟他爸爸说,我明天想要一辆新车 他爸说好 第二天他有一辆新车,在车库里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事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就像这个习近平,习近平作为红二代 他跟他爸爸齐仲勋说,我想去福建工作 他爸说行,好,第二天给秘书打个电话,秘书 第二天他就去福建工作 为什么 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个事 所以 他们的特点其实是共性 共性是什么 就是他不需要用逻辑来行事 因为他不需要说服别人 他只需要提出要求 要么行,要么不行就行了 技术官僚不是 技术官僚是靠本事吃饭 靠本事吃饭就讲逻辑 因为你要说服别人 接受你的观点 或者接受你的看法 接受你的做法 所以技术官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必须讲逻辑 必须能够说服别人 所以你从这篇文章你一看,这就是个技术官僚 他没有家庭背景 他没有什么 老爷子是什么高官,然后他就坐到这岗位 他就是坑哧坑哧,一步一步爬上去 所以这就是技术官僚 他的这个视野 还有角度,所以这篇文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出来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 这很有代表性 很有价值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了解中国这个 官僚系统 这种级别的官员呢,有两个特点,第1个 他没有生活,他已经 他只要退休了,其实这个级别的官员退休之后 他很爽 没有 财务自由 然后 照顾的又很周到,然后他就可以 可以 放飞自己 放飞自己 他也能够掌握一部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这种级别的官员 特别是做到副部长 政部长还不一定,政部长通常呢 是政治人民 就是有关系的 这跟老大有关系的 都是做政部长 副部长就这种技术官僚,干活的 就是政部长 出想法 副部长去实现的 那么 这个他又退休了,一方面又能够看到一些内参,内部资料 然后他又能够善于观察 他有丰富的经验 那见识也很广 所以生活,退休生活很丰富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算不算有网友,有网上有人说 这属于这个高层放风啊,做舆论准备,特别是像 环球时报 登出来 是不是有一些高层有些意味 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呢 做正事呢 就千疮百孔 做坏事呢,滴水不漏 他基本上是脚踩细胞,西瓜皮到哪是哪 或者是我们反过来讲,打哪直哪 什么叫打哪直哪 就是 突然有篇文章跑出来,领导一看,这篇文章还可以啊,上面做大一点 引导一下舆论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你说他是不是处心拘虑的放个风出来,利用一个退休高官 这不是中共官场 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中国政府部门运作模式,领导一发话 放个风 然后就组织社科院 或者是各个部委 比如说你是外交口 这件事跟外交口有关,那就外交部 外交部跟各个部委都有科研所研究机构 这研究机构里面养了一堆的人 就专门做研究的这些人 然后各大院校养了一堆这样的人,各个研究所也是养了一堆这样的人 这就是官方的口径,口吻 然后媒体去采访这些人,这些人开始放风 就是 官方媒体会做 真的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大概是一个这个路径 大家记住 通常是这个路径 环球时报这个路径呢,肯定不是正规渠道,这是第1个,第2个,是不是私下搞呢 没有私下搞这回事 所以 有意味 就是说 官方让这篇文章出门,出来 这个文章肯定是要中宣部看过的 宣传部门一看,这个文章放不放,放吧,稍微做一下准备也好 就放出来了 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 打出去以后,然后在那画个圈,你看我打中十环 就要打哪指哪 所以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高层鼠疫的放风行动 这是第2个,第3个 但是 这篇文章仍然非常有价值,为什么 第1 这篇文章其实很能反映中国这个精英阶层的视野 和思维 你想一下,做外交官的人 他视野相对是比较宽 就是说 他代表一个相对比较宽视野的精英阶层 和他们的思维模式 就是 他们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会怎么反映 这是第1 第2 他也反映他们中共对这个现实的看法 尤其是外部世界的看法 这是第2条 第3条 他也反映中国的这个技术官僚分析事态的基本套路 他怎么分析事态 他的套路是怎样分析的,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第4个 他也反映了中国管理部门 可以接受的这个处理事务的模式 比如说 美国在金融 利用他的金融垄断地位,可能会打压我们 那怎么办 人民币国际化来应对 这是他们的 处理事情,应对事态的一种模式 就用这种模式来应对 第6 他反映了中国精英阶层的这个底线 这个底线很重要 就是他们可以接受到什么地步 这个第6点 其实能够反映中这些中国精英 中国这个精英阶层的底线 底线真的很低 第6条,防止反恐势力回潮 这句话呢,讲过去好像是讲 反恐怖主义,因为他讲的是外部嘛 外部的应对 这个陈述合理 但是呢,其实你翻过来 你再想一下 他大概是在想什么 他大概是在讲 国内要是形势 国内的形势不乐观的话 可能要真的动 动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老百姓 大概是一件这样的意思 但他没直说,因为这个不方便说 所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表达 毕竟是外部,应不外部嘛,但是 外部跟内部 不完全是没有关联的 这就是 第3点 这篇文章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我就给他一个评价 第一 没有提起战争 没有触及战争这个议题 没有触及战争这个议题是 是有意为之呢,还是写了被删掉了,都有可能 但是我是觉得 是有可能他没写 他没提 他没有 碰这个话题 是有顾虑吗?我觉得不是 这跟什么有关系?你想一下 周立做官的这个阶段都是 是 邓以后,江时代,他基本上是在江时代 跟胡时代之间 他最后13年到了 习近平 习近平他做了副部长 但是他主要的从政的过程 都是在江跟胡时代 他在江跟胡时代是什么?那个时候的判断是什么? 那个时候判断基本上是沿用了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1个,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这是第1个判断 第2个判断 最多也就是局部战争 这是一直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习之前 中国的对外部的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判断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第2个,最多就是局部战争 我们韬光养晦不打 搞经济建设 大体上是 中国的干部基本上被这件事情洗脑 洗到后来一直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他没有提战争,我可以理解 理解也是这个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 这是第1条 第2条 他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当然不全面,因为他不是经济学家 他只提到两个点 一个是出口,一个是金融 这个点呢 倒是拿得很准 就说中国经济在外部的环境当中 有两个点 中国和外部经济的这个往来当中 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金融 这个点拿捏得非常 准确 但他对整个的经济形势判断 不全面,或者是说 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把握 这是第2个,第3个 他对国际形势 缺乏完整 整体性的描述 就是到底国际形势是个什么情况 他没讲 他也没描述 特别是 中国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没有全面性的描述 那么也就基本上是点 中美关系一些点,各个点 那么这是一个第3,第4 他在他的文章当中描述了一些非常严峻的形势 所以为什么会 网上会流传这篇文章,因为 目前中国的这个媒体 基本上已经被 打磨得非常光流了,完全没有棱角了 所以你在中国的媒体文章当中 各个媒体当中看不到 有非常扎眼的文字,都是 光溜溜的 但这篇文章就把形势写得非常的严峻 所以他会从这么多文章里面跑出来,大家会关注 但是 他只说了可能发生的严峻的局面 但是没有分析背后的原因 你没有分析背后的原因,你就很难找到正确的方法 所谓的解铃还需寄铃人 原因就在这里 你比如说中美关系交恶,为什么会交恶 你说我只去应对他 你要搞清楚交恶 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去处理交恶 这个局面 除非你说我要继续往前推 那就是现在的文章 如果你说我们现在经济情况很恶劣 那你要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把这背后的原因找出来,你才能够看到解决问题方法是不是可行 这篇文章只有现象,没有原因 所以他提出来的所有的措施 其实老实讲就没太大的意义 没太大意义 所以 这种文章呢,就有点唬人 有点唬人 讨记者喜欢 记者喜欢那种 张牙舞爪,然后就是非常吓人的一些文章 那么 大概这篇文章 这情况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 这篇文章,从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三点 第一点 第一点 国内国外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清楚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其实他回避的那个原因 是什么 当然是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过去若干 从他上台到现在,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 是面 现在中国面对的这个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这文章当然必须回避,如果不回避的话,基本上这篇文章 不仅这篇文章没有了,他自己都没有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 中国的精英阶层 对现在的局面是了解的 这是第1个,第2点 从我们看他提出的各项措施来看 没有解决方案 就是没有解决目前 中国现在 现在这个局面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 他说要做六大准备 其实他说的这六大准备都没有意义 就是没有 他提出的这些措施 并没有针对性 或者是 无法解决 他讲的这六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搞清楚原因是什么 或者他没有讲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不讲原因,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是第2条,第3条 你可以看,通过文章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 中国高官 这是退休的没在位 没在位的人,相对他的立场会超脱一点 他看问题会更客观一点 因为他不需要为政策辩护 在位的高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首先第1件事 他未现有政策辩护 我们这个政策是对的 然后再说其他的,那你其他的问题就更 讲不清楚了 所以 现在的这个退休的高官他相对会比较客观,而且他没有为政策辩护的任务 所以他讲问题会比较相对比较客观 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 他相对客观的描述了中国现在的局面 而这个局面 是中国老百姓看不到的 为什么 媒体全控 媒体全控没有,你现在中国媒体上根本看不到 积极情况,看不到政治情况 看不到外部环境 或者外部条件,对外关系看不到,完全看不到 看到全是非洲国家 拉美国家给中国发来的贺电,说你们实施国安法,我们支持你 我今天看了一个表 发来贺电的国家还真不少 那么所有 发达国家 文明的国家都反对 之前给过钱的人都发来贺电 所以 实际上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的情况还是英格业务 这个英格业务的局面 让中国人其实对现实的环境 产生了误判 甚至会影响很多的政策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像内循环这件事情 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 当一个人他内循环的时候,不吃不喝开始内循环 医生就会告诉你 就是他想吃啥就吃点啥吧 就基本上该准备后事了 一个国家 你说我外部已经指不上了,我就内循环了 国家经济也差不多该崩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的严峻 非常的严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 大家留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那就重点 把这个老部长的这个祖父跟大家分析分析,我们也通过这种文章 来了解中国的发生的事情 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是美国的国庆,祝在美国的 华人国庆节愉快 那么另外呢,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 另外呢,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 我们就 尽量的提高我们互动的效率 好吗 鸣谢一下 鸣谢一下 归人111 打卡英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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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之水,谢谢,赶上直播 公祝乔迁之喜,谢谢 谢谢,王老师,中共在这30年 有他 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吗 感觉很多人认为这30年是中共带领他们致富 哪是这样,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讲过很多遍 中国 中国是不是经济奇迹 中国不是经济奇迹 你看整个东亚的经济史,大家去看一下 从日本到韩国到 到 到香港到台湾,整个的东亚经济史,你可以看到整个东亚都是 经济,他们经济起飞的增长 是非常快速的 他们很快的跨越了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还没跨 还没跨越 中国改革开放多少年了,大家算一下 所以其实 以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模式来看,中国不算经济奇迹 这是第1条 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共自吹自擂,往自己脸上贴金来说的说法 以经济史的比较 大家去比较一下,中国经济一点都不是奇迹 这是第1条,但有些人说 我们是个大国,所以我们就 我们比别人难一点 这是胡扯 人口是什么 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 在中共嘴里人口变成了负担 那么负担,我有这么大的负担,我工作就很难 如果你觉得很难,你可以走啊,没有人让你留你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话不要这样讲 人口 人口根本就是资源 这是第1条,第2条 日本的人口一点都不少 日本是个大国 其实是这个大国,过亿的人口一点都不少 所以日本经济也是这样,也是这么来,所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第1,中国没有 中国经济不算奇迹,这是第1条 第2条 人口 不是负担 人口是资源 这是第2条 第3条 如果没有中共 中国经济一定比现在好得多 你不信试试 你又要不你现在让中共下台 你看看中国会怎么样,中国10年之后一定 比有中共的这些,或者我们找一个省,比如说 找个新疆,或者找个西藏,或者找个东北 9000万人口去东北 9000万党员去东北 你们搞一个示范出来 其他地方,比如东北其他地方我们留下来,对吧 就没有中共的地方 你们我们比赛一下,看谁强 好不好 所以 没有中共 中国经济会更好 提问,CCP真的很喜欢造新词,什么内循环,外循环,刘鹤不是大学教授吗 不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吗,怎么不用宏观经济学的 学术术语,而是发明这种新词 王老师,以您的经验,内循环是指消费吗,外循环是指出口 内循环不是消费,内循环就是 我有需求 我有供应 供应测 需求测,然后我供应满足需求,这叫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外部需求 我的出口 外循环 刘鹤本身学问做得不好 他做学问本来就不突出 学术领域不突出 对吧,他当教授也没有什么突出的 跟我认识的经济学向他没法比 对吧 从这个利宁到吴敬莲这一票 就中国 他同时代,其实他同时代的教授 他 中下水平吧 中下水平,反正我们那个时代 看不见他,看不见刘鹤 这是第1个 第2个,他没做什么国安 他没做过 就是制定政策的国安员 他连一个行业都没管过 他一下子管中国经济,这不扯吗 所以他学问没做好 国安也没做好 所以他现在做 经济沙皇,这不疯了吗 发明新词 他就是发明一个供给策改革 供给策改革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供给策 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 建立路径 讲直接一点就是修路 修什么路,你比如说 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修什么路,政府跟政府的路,中央政府 怎么运作 地方政府怎么运作 地方跟中央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路径,把路径修好 后面运转 不管,你路径修好后面自然就会运转 比如说市场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什么可以干,什么可以不可以干 建立这个市场经济的秩序 就路径 把路修好 你自己这么跑 很少去管主体 就说 路径修好了 主体就自己修,主体就企业 企业 把企业法制定 那 自己跑就是了 你就不用干预它了 那么刘鹤的改革是什么 供给策改革,供给策改革其实它不是路径改革 它其实是什么 直接插到企业里面,因为供给策嘛,供给策谁在供给 企业在供给 他就在去搞企业 这就是什么,跟中国改革的路径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成效 当然有成效了 什么成效 国进民退呀 他为什么要伸到企业里面去,目的就是国进民退 所以刘鹤 刘鹤基本上反映了习近平的这个经济 取向 习近平的经济取向是什么 国有经济要壮大 国营企业要壮大 国有经济占经济成为主体 这是基本经济制度 这就是 习近平的思路 刘鹤帮习近平实现这个思路,结果经济就变成这个样子 大概这个起因来龙去脉大概就这样 观点,用正规的学术语言会露馅,创点新名词好忽悠老百姓 反正你们肯定看不懂 也听不懂 解释权在官方 是这样的 观点,说美元资产缩水 就是要把你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人民币贬值收割你们 观点,习决定对香港下狠手之前 就应该做好闭关这最坏的结局了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将是经济大倒退 即使这样他还是做了 这其中感觉到 是下了个堵 邓小平31年前也是好堵了一场 CCP不是没了 还繁荣盛事了30年 可以再堵一场 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 赌吗 我不觉得他是赌 他是intention 他这真的是执念 什么执念 我们的初心啊,共产党的初心啊,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啊 这是他的执念 所以在这个执念之下 他觉得经济出现一些状况只是 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障碍 不会影响我的目标 和进程 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这个,我不觉得他是在赌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我们昨天节目讲,其实他是有一脉相承的,对香港做的这件事情 是有一脉相承的 14年他把 因为昆明的这个维吾尔杀人案 他跑到新疆去建集中营,百万维吾尔人关到集中营里面去 这不是赌一把 赌一把不会这么干 赌一把 做法更血腥一点 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跟随自己的执念 去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 共产主义 观点,所有人陷入一个误区 我看一下 如果西方世界无所作为,香港会在国安法的管制之下 仍然保持世界金融中心和贸易地位 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即使西方国家不动作 但香港的沦落是不可避免 区别只是在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是在一年内,还是在十年内发生,很简单 每个人都会用脚投票 当没有金融中心各项要素 香港成不了金融市场 金融城市 川普出生,下个星期就会见到效果 如果不出生 十年后的效果也是一样 国安法造成的后果始终是一样 有一句话 以前我们经常被误读 叫迟到的正义 正义不会不来,只会迟到 那么后来大家发现,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其实这句话原话是什么 迟到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 那么其实这个同样的话也是一样的 在香港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 正义如果迟到十年 那就不是正义 正义应该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的才叫正义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让 你为什么要让这些狂徒,凶徒 继续再猖狂十年 才给他正义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让他继续爽十年吗 所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我认为 现在 就应该给香港人一个正义 而不是等十年以后 西方 必须有所作为,不能无所作为 无所作为是不对的 你的意思是说,网友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西方无所作为,正义迟早会来 我不期待那个正义,我希望现在就来 观点,周星驰电影有句台词 要想当清官就要比贪官更狠更坏 要 要不然玩不过那些 阴狠招数 现在CCP就是我心中的流氓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 惹怒全世界 那些民主国家为什么就不能暂时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 玩些比流氓更流氓的手段制裁CCP 反正脸都撕破 不需要流氓的手段去制裁,你不流氓的手段也能制裁,大把手段 为什么要变成流氓的手段 我不是流氓,为什么要做流氓 我不做流氓 我不做流氓,我一样可以制裁它 而且可以把它制裁得非常的惨 关键是什么 西方国家的问题是 我刚才讲的 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评价就是 高估他的实力,低估他的决心,为什么低估他的决心 因为他自己没决心 决心是相对的 我的决心大 相对你的决心没那么大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问题就不是 不是他知不知道对错的问题,而是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如果败了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跟实力没关系 跟道德没关系,跟什么都没关系,跟决心有关系 观点,习和他的智囊堵的是西方国家放弃不了中国的市场 和中国赚钱的机会 换句话说,抓住了人心的弱点 钱比正义更重要,目前德国政府的表现 非常让人失望 第一 我觉得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赚中国的钱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亚马逊离开中国市场 为什么麦当劳要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 跨国的大企业离开中国市场 当然有政治原因,但是我觉得 商业上的原因更重要,这是第1条,就是中国市场对西方的企业 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了 因为你原来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是 往上走了 当你经济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它的市场没那么有吸引力 所以这件事情 你还在讲这个老段子 这已经是昨日黄花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 中国市场还有 20年前的那种魅力,已经没有了,这是第1条 第2条 中共也是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洗大家的脑子的 西方国家搞不起来的 他们还是要跟我们做生意的 最后还是要 靠我们吃饭的 狗屁,你想一下 中国的钱从哪来 中国钱全赚到外面的钱 中国市场有多大 中国市场没多大,你想想看 6亿人口 一个月的收入才1000块,你多大市场,你说说 超过 超过2万 超过1万块钱收入,忘记了 才7000万,中国才7000万月收入才过2万的 有多大市场 都是吹牛的 所以这个 我不觉得现在这个议题 还是中西方之间 最重要的议题,已经不是了 提问,中国经济的倒退 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 社会稳定性会变差,现在中国外有强敌 内部维稳费用持续增加 应该增加,但是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钱了,是否会出现社会动荡的情况 没有钱了 社会动荡 你说的社会动荡是什么个定义 你得 社会动荡这个定义呢,或者我们叫乱了 中国人喜欢用乱了,这也是中共洗脑的一个很 很经典的词 千万不能乱 这个乱呢,其实乱跟乱有差别的 所以 我们要看清楚 就是你在什么视角上讲 动乱,动荡和乱 这三个词 你是从哪个角度去试 去看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赵家人的乱,肯定就是底下的屁民们不听话了 我让他往东,他有的是往东,有的是往西了 这是一个视角 另外一个视角 就是我 挣钱的难度更大了 我原来在这里可以挣到钱,我现在在这挣不着钱了 这个市场乱七八糟,我找不到 挣钱的地方 这是另外一个视角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在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 看这个问题 其实你得到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中国会不会乱,我看不到中国乱的条件 就是你说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看不到 没什么道理 没钱了就得社会秩序混乱吧,也不一定 但是 中国经济 出现 回落 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政治问题 什么政治问题 中共建政 拿的是枪杆子,通过暴力获得了政权 我们叫 这叫什么,这叫暴力夺权 暴力夺权不是一招永逸的 说你夺了一次权,你往后 你持续运营过程,你还需要得到人民的授权 你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就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永远是你的 不是这样 你还是要得到授权 那你没有授权的情况是什么,中共的做法是什么 改革开放 没办法,为什么改革开放 中共他自己要饿死了 没饭吃 中共的官员自己都没饭吃 怎么办改革开放 所以呢他的逻辑 邓小平的逻辑是什么 邓小平给中共建立了一个逻辑 就是政权的逻辑,或者政治逻辑 就是改善人民生活 改善人民生活是中共继续执政的前提条件 这是个交换 你让我继续执政 我改善你的生活 那我就获得了这个授权 就是我认为我获得了授权 或者说我认为我获得了一个 执政的合法性 这是中共背后的逻辑 如果你经济持续的增长 人民生活一直在改善,这没问题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中共也心安领得 老百姓也觉得好吧,那就免为其难,反正我还能吃饱饭 明天还能吃口肉,后天还喝口酒 还不错 在突然有一天发现 工作没了 房子也没了 生个病 破产了 他就觉得 你骗了我 你原来承诺合法性,就持续改善我们的生活 现在你看我们工作没了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中共失去了他的执政的合法性 这才是大问题 这就不是纪纪是乱的问题 是本身中共就乱了正脚的问题 你说后脸皮一仰脖子过去了 那一天可以,一年可以,十年可以 你30年还一仰脖子过去,那是不可能的 那肯定会有人找你算账 现在中共遇到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说的社会动荡什么的问题 都不是核心的问题 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根基 出现的问题 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个级别的问题 晚上在新华书店看书字棋 边上的小哥考研在背政治书 我仿佛看到了从前读文科的自己 我看着他面无表情,像念咒语一样在背 毛盖和马折 正庆幸自己再也不用 念这些糟粕了 人格之独立,自由之思想,谁也不能从自己身上拿走 加油,已经觉醒的同胞们 非常好 提问,王老师有空做一期,为啥中共一直舔俄罗斯吗 不用做一期,一句话就讲完了 为什么 因为 俄罗斯是目前中共可以抓到的,唯一的 还没有把它一脚踢开的 靠谱一点的国家 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发去贺电的那个名单 50多个国家 有个靠谱的吧,没一个靠谱的 那么俄罗斯至少是一个大国 至少是一个大国 曾经是个强国 那么现在还有一点强吧,至少 西方国家还是有点怕他 所以中共没有其他国家,没有其他国家理他 那就是剩下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你要理你,你也得付点买 买路钱 对吧,几千亿美元买石油 天价买石油 明的就送钱嘛,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嘛,进贡嘛 那么俄罗斯理你一下,否则你说谁理他 就这个局面 所以 我觉得俄罗斯这个不用做一切,俄罗斯其实也不是真心 真心指的中共 他也就是求财而已 所以 俄罗斯其实 很想,还是非常想跟 美国搞好关系的 你想一下,制裁那么惨 但是 美国有很多人是不想 川普跟俄罗斯搞关系的 为什么 美苏两大阵营 打冷战打了这么多年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点毛病都没有嘛,不会的嘛 而且普京是个独裁者 这个 这种人 啥事都干得出来,没有人喜欢他 除了中共喜欢他以外 所以 为什么会搞出通俄门出来,不就是美国国内 的人,有人不喜欢 川普跟俄罗斯搞嘛 对吧,川普其实也不是自己,他也是看着那个什么,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的一个建议 他看到的建议,觉得把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拉走 对他做这个对华战略有帮助 他只是这么想 所以他 用尽一切办法拉拢俄罗斯拉拢这个朝鲜 最近还有说他要建竞争,我觉得这事太不靠谱 川普完全不懂外交 川普不懂外交,真的不懂外交 川普还是踏踏实实做国内比较好 观点,全球产粮低 还是有可能的,泰国那边 早几个月说今年产量要低 主要墙国大坝建在上游 供水短缺 非洲印第那边又一片蝗灾 有小半年了,美国不了解 但是今年气候反常的地方不止墙内 全球都有影响,所以粮食危机还是有可能爆发的 好,我们注意一下 提问,最近港股A股大涨,牛市要来了,星星满天飞 我说现在经济受重创,没有牛市的理由 但是有人回复说实地经济和股市不是 一个正相关,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华尔街来了一波牛市 您曾经说过,一个市场最重要的是信心 现在股民信心大增 中共打造的这个维稳牛市会成功吗 我真的不能说会不会成功,为什么 我通常不评价A股 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个赌场 没有人可以 预测赌场,谁赢谁输 所以我无法 评估这件事情 但是股市和经济不是正相关,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A股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看 我也不管 所以我也不平 好吗 你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反正呢 韭菜这回事呢 都不是 那么多韭菜,你想一下 他一把把抓,抓得过来嘛 他为什么一直能够割韭菜,切韭菜 还不是韭菜自己把头伸过去的 所以大家想一下,反正你不要 不要做那个把头伸过去的韭菜就对了 提问,王老师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独裁政府 朝鲜人民脸上露出的笑容,是由内而 幸福的吗 你去问他吧 为什么 这种议题 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讨论这种议题,好吗 这就是问 这坨屎 到底他会不会臭呢 肯定会臭嘛 你想一下嘛 那他为什么闻不到呢 闻不到是因为他让你闻不到 你说呢 所以 我们不要讨论这种问题,行吗 浪费时间 观点 给过钱的国家不一定能发来喝点 中国给77个国家免除了债务 然而只有52个国家发来 支持国安法的喝点,可见有25个只收 收了红包没有点赞 有道理 提问 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天天在骂西方国家,美国被骂得最厉害 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 我不知道CCP哪来的底气 骂嘛,没关系 骂不死,要骂不死人 提问 中国所谓的盟国,几十个国家潮满 不高一滴 不可能看不出来啊 那强国的概念到底从哪里来 不是有一句话,进朱者赤,进末者黑吗 底气啊 强国的概念是他自己讲啊 厉害了我的国 所以他就变成了强国了 拍了个电影叫厉害我的国啊 纪录片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贴金,讲自己是强国 是这么来的 情况,华美银行 的中国分支 Velo 银行出台了新的更严格的用户规则 就是依照中国外汇管制的规定 大陆用户不可以用美国的账户里的钱购房 购买证券等 只能网购消费 是吗 这个影响蛮大的吧 情况,有朋友在国内国企,一个垄断企业的员工,他说 逼 逼公司里35岁到45岁离开 而且不想补偿,具体做法是把这批本来 工作多年的技术员工 把他们调到销售部门做销售 那销售部门的工资是根据销售业绩挂钩的 这帮三四十岁长期干技术活的人根本不会做销售 此外他们只调那些没有背景的员工,非常黑 国企就是这样 国企也好,政府部门也好 大概你70%的时间精力在 做领导的工作 30%做本职工作 大概是这样 观点,吃来的正义只是补偿,无法挽回伤害 纳粹赎罪了那么多年 至今犹太人的伤痛和以色列与中东的 纷争依然没有解决 提问 替我邻居问王先生 如果有存款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需要考虑转出来吗 你为什么要存中国银行 美国那么多的银行 那么多的好银行 为什么你要把 钱存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你给个道理给我 所以我不打你 你自己考虑吧,好吗 观点,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人质和腐败 没有法治就没有游戏规则,使经济活动风险更大 腐败造成经济资金不流动,脱离经济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人质和腐败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政府 如果中国没有中国政府,如果经济没有中国政府这一块东西的话 中国经济会比现在好十倍 就是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 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敌人 他就在做 他想要的事情,但经济并不想要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的这个局面 就是中国政府一手造成的 没有别人 不赖谁 不赖任何人,就赖中国政府 观点,中国经济 观点,CCP搞集权 搞经济分两派 相对而言,邓江湖时代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集权专制可以说只是一个手段 习毛 把集权专政作为最终目的 经济变成了集权的筹码 习尤其不把钱当财富来管理,无论是给亚非拉大撒币 给WHO捐款,一带一路都是为了政治上的扩张和快感 不过 当年毛手上没那么多钱,主要是对内折腾,对外 还是比较客气的,留了一个香港的活口 你基本上是概念混乱错误的 无论是毛,还是习 还是邓,还是江,还是胡 他们都是以极权为目的 改革开放也罢,市场经济也罢 国有经济也罢 计划经济也罢 都只是手段 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围绕着什么 围绕着集权展开的,围绕着权力展开 当年搞计划经济 是为了集权 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集权 也是为了保证权力 因为计划经济走不下去了,如果你再不改革开放,集权权力就没了 所以 中共的所有的领袖 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手段不同 江和毛有什么区别?江和毛没有区别 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没有区别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 手段上是不同,毛是天马行空 胡扯一痛,胡搞一气 江 沙拉沙埃尼 算盘打得很精,把事情办得很有条理 中共才走出六四的围城 他们其实都是为了一件事情 保住中共的政权 所以 你这观点是不对的,就说集权正为手段,集权从来都不是手段,政权从来都不是手段 政权从来就是目的 对中共来说,我讲的是中共,从中共见证之后 他一脉相承,他的所有的 领袖 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区别 只是手段风格不同而已 问个 提外但敏感的问题,支持反对种族歧视 什么支持反对种族 也感谢 感佩 议长一直为香港发声 但BLM有发展成为黑人之上的趋势 是否有朝廷背后搞鬼,以及民主党为大选的私心 这又来了 我不讨论这个问题 好吗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 已经 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另外一个议题 鸣谢 谢谢 王T 谢谢 谢谢王先生,祝独立日快乐,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记得检查一下 你的订阅还在不在 另外 分享一下视频 谢谢